这个女人有社交牛逼着 自拍的时候还能搭讪帅哥 还邀请帅哥一起拍照片 俩人隔空来了一张合影 结果没过多久 他们又在公园碰上了 小安顺其自然地坐下 帅哥表示很高兴见到他 还热情地向他介绍 可小安根本听不懂英语 他来自泰国 这是他第一次来韩国旅游 帅哥也意识到了什么 他挪开东西坐了过去 没想到帅哥竟然也是泰国人 这下干大了 可接下来他就提出了这种要求 俩人愉快地玩耍了一天 临走前盖孩递给小安一张名片 期待着俩人还能在泰国相见 接着他来到酒店跟朋友见面 而他的朋友正是飞机上的迈克 他告诉迈克今天遇到的女孩 嘴上还是止不住的笑容